最起工地意外昨晚11点40分左右 发生在增江区甲洞路的捷运工程工地 事发时大约20名工友正在高处安装捷运轨道 不料怀疑借数故障导致其中一个吊梁倒塌 一名41岁的工友莫哈莫菲道斯 从13米高处坠下当场丧命 另外事故也造成另外两名工友受伤 分别是24岁的祖和米以及37岁的阿斯马威 其中一人脚被卡在掉两骨折 当事人在两个小时后成功被救出来 送往士来扬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当局目前也已经暂时封锁案发现场 着手入查释发噪音 所有建筑工作都必须暂停 请不吝点赞订阅